Hello 今次這條影片就打算和大家說一下眉整形 因為早前8月31日 大概3個月前我去了做MISCO買線龍鼻 我弄了一個鼻子 所以這條影片就打算分享一下 關於眉整形的東西和自己的感覺 但事先聲明這條影片 我是不會介紹任何的診所或者醫學美容的中心 純粹是說自己做完這個眉線鼻的感受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那為什麼我會無緣無故去做鼻子呢 因為那一天本來想補打黑眼圈針 都心動動想做這個眉線鼻 因為常常看到寒冇拍照很漂亮 所以他們的鼻子是很囂的 想有那隻鼻子 拍照可以更漂亮 但到了的時候都很害怕 因為始終我看到朋友坐在他旁邊看著他 我看到針也很粗 所以那次之後一直想做 但又很害怕 因為很多血和針是粗的 但到了的時候 醫生就說 為什麼你的鼻子拍了這麼多 我馬上是很驚訝 我自己也沒有留意到 因為可能每天都對著鏡子 自己也不太察覺 那為什麼會拍呢? 因為我之前也說過 我回大陸去打過一次鼻子 其實那些東西 發覺還有少少留在鼻樑這個位置 那麼長時間 不管是真的透明質酸 或者是什麼都好 始終是一塊軟的東西 所以就把鼻子拍下來 然後他就說 那你弄吧 然後就行決心 就去弄了這個鼻子 那為什麼會選擇這個方法去弄鼻子呢? 因為一來想試試新東西 二來很多人都是打透明質酸 大家都知道 打這些透明質酸 鼻子越打得多 其實鼻樑會越來越粗 就做不到 真的 鼻子一直保持這個型的效果 那這個MISCO鼻子 是因為它是埋線的 那條線的感覺 都應該不會踏下來 因為它是一條線 而且可以做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因為透明質酸 始終不太做到這種效果 只可以把你的鼻樑加高 那我主要是其實想弄尖的鼻頭 那埋線就可以做到一個很好的效果 那有些人都會配合透明質酸 一起去做這個MISCO埋線鼻 那透明質酸就會打在鼻樑上 那本身我已經有些東西在裡面 那所以一插完條線在這個位的時候 其實透明質酸那些都已經聚回到一個位 但那五官已經立體了很多 好了 略略說完前因後果 那就讓大家看一下片 我有拍到片 不過這條片也有少少恐怖 有血的 那大家害怕的話 就飛了它 要有心理準備 那過程呢 就是先敷冰 然後清潔 然後打麻醉針 然後就好像打黑眼圈針 這樣吧 首先在皮膚的表面 先打開孔 然後再插針進去 開始埋線 老實說 這條片我自己看 也有點無本動 因為針真的好粗啊 再讓大家聽一下 埋線的聲音 就是這樣啪啪聲 然後你又會感覺到 有東西在裡面 啪啪一下 然後就到鼻樑 鼻樑不同 就不用拍的 它就是這樣拎一下 一拎一下 那條線就會維持住 在裡面 那做完 它就會跟我找一個 雷射去封住 那個傷口 它做完也不會腫 它腫的 只不過是把你的鼻 再拉高一點 燒了腫 就會看起來不太高 就不會腫到變豬鼻 那其實第二天 都已經可以化妝 上班 其實是不覺得的 好處就真的方便 快 而且是 看不出 好了 那看完影片 那跟大家說一下 一些資料 我一共做了四條線 鼻頭就埋了三條 然後鼻樑就埋了一條 本來我不想埋鼻樑 因為就覺得這麼大的線 插進這個位置 都挺恐怖 尤其是它的針 這樣插進去 那種感覺 不太良好 因為你鼻頭好像已經插進去 快一點 總之感覺上就是 因為當我進完鼻頭之後 就發現了 整個鼻是很不平滑 有些粒粒粒粒的 在旁邊看 所以醫生就說 你不如再多一條 再多一條 再多一條之後 是鼻樑這個位 即是整個鼻 好多了 大家可以看看這張照片 大家都知道 我有個鼻環在這裡 我很多時候都很怕 在這個位 那條線又進去 在這個位 會不會做不到 或者會弄到一個環 或者會卡住了 那醫生就幫我 避開了一個位 他就 埋了一點點 所以避開了一個環 那兩件事沒有衝突 變了沒有影響 好了 接著就說一個 大家都應該很關心的問題 就是 痛不痛呢 大家都看到 是有打麻醉針的 那麻醉針這一部分 其實都 有點痛 會飆眼水 那就要忍一忍 那我自己也是 比較一個忍得痛的人 那我看著我的朋友做 那時候 她是叫大救命的 但是醫生都說 我的朋友是比較 一個特別一點 誇張一點的人 那每個人的痛覺都不同 那大家自己衡量一下 其實打完麻醉之後 真的沒有感覺了 沒有了一個痛覺 但是你會感覺到 是 有東西在刺進來 在打打打打一條線 那整個感覺是挺不舒服的 你不痛 但是又總是有些東西 在你的身體裡 吵吵吵吵 總之就 無管動 奇怪 而且我要拿著相機拍片 那我長期看著螢幕 都 有些不知怎樣的感覺 那平時大家做這些東西 是不會拍片的 那你躺下 閉上眼睛 嘴進來 做完 那就起床了 就是你不會看到自己的樣子 不會看到這些插進來 感覺會好些 有些不知 那剛剛做完 那一刻 是有什麼感覺的呢 鼻子會感覺到很繃緊 因為有東西撐起了鼻子 你的皮膚都立刻 是不同了 緊了 高了 是亮了 那個鼻子 那當麻醉散了的時候 就會感覺到鼻子有點腫痛 我自己也不敢碰它 好像剛剛弄完螢 那樣不敢碰它 有鼻水 都隨隨隨隨 找一張紙巾 那樣 然後這些 翁鼻 這些動作 都不敢做的 因為你會真的感覺到 裡面有些東西在 你會覺得剛剛弄完螢 那樣 就不敢動 那個鼻子 怕它會變形 那這些應該是心理作用來的 其實我朋友弄完是 他真的弄了一條線 他在那樣動它 那他就說會摸到一條線的 他不斷叫我摸 但我就不敢摸 而且他入鼻子 他就說 感覺到人中這個位置 是長期有條線 這樣頂住了它 那樣 我聽完他說 都很害怕 都是其中一個因素 去影響我 去考慮 弄不弄這個MISCO埋線 但弄完的時候 我又沒有這種感覺 就是 不會覺得有東西 也不會摸到 它這麼明顯 有條線 那樣 那我相信這個也是 很狀態 很個人的問題 那做這個MISCO埋線 可以保持多久呢 那通常外面的診所 就會跟你說一年 或者上網我看 就停有些說 保持兩三年 那我身邊也有幾個朋友 去做過MISCO埋線 那有些朋友就說 覺得保持很久 有些就說 一個星期就玩完 就沒有了 那又有個朋友 他就進了很多條線 那他直接 這些眉骨位 去做 好像鬼妹運 那些血液 很突出 這些位置都拆了線 那他就覺得 變化真的很大 而且他覺得保持很久 都可能因為他的線 比較多 我覺得時間 都是很個人體質 影響 每個人都不同 很難很準確 告訴你到底是保持多久 而且通常這些打針 注射式 你做第一次 其實很快就會吸收 皮膚 因為皮膚裡面什麼都沒有 那就會很快吸收 那樣東西 你越做得多的時候 已經有些東西 在底層 就會慢慢保持得越來越久 好像黑眼圈 大家之前看到我的化妝片 最近那一條 都看到我素眼的時候 黑眼圈真的沒有很多 又好像我的下巴一樣 這麼久沒有打 都還是有一塊東西 那真的 好看不同的因素影響 我覺得保持多久 那我就第一次做這個 埋線鼻 那現在過了三個月 現在的效果就是這樣 大家看到 那我現在打了鼻影 那看側面 那不知道大家覺得 那個分別在哪裡 或者其實可能已經燒了 其實我自己就不太留意到 因為 始終天天對著自己 如果不是 醫生跟我說 我的鼻子打了 我都不太覺得 原來自己的鼻子打了下來 所以就靠大家 看看到底 這三個月吸收的情況是怎樣 那現在過了三個月 還有什麼感覺呢 會不會摸到那條線呢 那其實現在是 表面是摸不到 摸不到任何東西的 我鼻子都可以隨意拎 隨意弄它 新的手進去這個位 就會好像摸到那幾條線在那 摸到少少東西的都會 那我會不會再做這個MISCO賣線呢 那可能都會的 因為其實都很方便 真的很快就搞定了 進幾條線 但最近都在考慮整容 即是開到 都在做資料搜集 其實開到龍鼻都是萬多元 因為香港來講 這個MISCO賣線呢 那我自己知道的就是 大約二千元一條線左右 那上網也都看到 一些人說 回大陸打 就三千八 有兩條線 又包你一秒的透明質酸 那樣 又有些人在香港做 整個被賣了二萬多元 那價錢的東西 真的很多地方都不同 那就不做這些比較了 而且以我所知 上網看的資料 就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做 這個MISCO的埋線 那這一點 為什麼呢 你們可以自己上網找一下 大約是說 有些人的鼻子真的太貼了 那就 不可能一撐就撐到 整個鬼妹之類的說法 那這條影片 都是純粹分享一下 自己做完的感覺 因為始終 整理的方面 都有風險的 即是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 做這件事的時候 都建議大家 去再上網找多些資料 先啦 因為剛才也說了 我也有很多朋友做過這個鼻子 真的每個朋友說的感覺 都不是完全相同 即是時間 痛苦 之類的事情 所以就提醒大家 不要說 看完這條影片 覺得好像很棒 就走一波 就走去做了這件事 好 好了 終於說一下 為什麼我要不停做 我相信這個問題 很多人都會問 或者在下面的留言 很多都會說 其實你不用做 為什麼不停做這麼多東西 越做越噁心 是的 我看其他女生 我跟朋友都會經常 聊一些整容的話題 真的很喜歡聊這件事 大家都覺得對方 其實很漂亮 沒有問題的 有些事情是自己看自己 才會覺得 好像很大缺陷 不然也不會有 味陶瘦瘦瘦 這樣的 拼圖的APP 出現 每個人想整容的 出發點的目的都不同 我自己一個懶人 目的很明顯是 想省時間 拍照漂亮一點 不想整天撿照 就算掃顏 也可以 一起床 換件衣服就可以下街 總括來說 想又漂亮 又方便自己 很多人都覺得 其實不需要做 怎樣怎樣 但其實 有些東西做了一點 其實變化 已經很大了 我以前覺得打針 其實不算整容 人家說我 你整容 我會生氣 又會反駁 我打針 打針也不算整容 我還沒開刀 但其實看回自己的照片 發現自己還沒整容之前的樣子 跟現在的分別都很大 這個當中 當然也會有少少女大十八變的因素 始終我第一次去接觸這件事 都只不過是十六七歲 現在才22歲 就算沒有整容的人 在這個年紀上的變化 都會相當大的 沒錯 有些人是整容 已經是整上人的 那其實那些就另計 我覺得 例如你很喜歡喝水 你喝水 喝太多 太過份的時候 你都會中水毒 有時候有些東西 都要靠自己去自製一下 那我就不是說去鼓吹 大家去整容這件事 但都希望 每個人都可以接納一下 不同人自己喜歡的東西 追求的東西 只要不是什麼殺人放火 傷害到其他人的事 就是可能有些人 你不會弄的 你不喜歡這件事 你反感的 但是 我相信 我拍這條影片 都會 總會幫到 一班 對這件事有興趣的人 至少 他們不會那麼疑惑 得到多些資訊 去做這件事 風險都沒有那麼大 可以讓自己 想清楚 那些資訊 決定清楚 是否真的要做這件事 那這次的分享 就是這麼多 那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問我 那今天就是平安夜 希望今天可以出到這條影片 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好了 那現在就給大家看看我完全素顏的樣子 到底是怎樣 那大家都看到 那個黑眼圈真的淡得極多了 那鼻子呢 最近化妝呢 就有打鼻影的 那現在素顏就沒有了 那就是這樣 這個鼻子 在這裡 那裡 那天 那天 那眼神 都會選擇 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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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